我们整年蹲点持续记录 三十个家庭与我们血脉相连 讲述脱贫的鲜活案例 倾听幕后的感人故事 《我的攻坚日记》 揭开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攻坚日记》 我是主持人基成 上一期我们通过导演的视角 重新认识了《罗霄深处有心事》 这个系列的主人公 张瑞珍 那么她的脱贫事业 又是怎么一步步实施的呢 镜头背后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 节目导演白杨一起来分享 白杨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打个看一下 这个公共的产单了 没完了 没完 没完的 就是慢慢地跟那个消失一样 老张大哥是太苦心了 那通过刚才的小片我看到老张大哥愁眉苦脸了 他这是怎么了 他现在面临这个分风计嘛 拿老张大哥来说啊 他买着这个风箱到现在这个季节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高手 他可能到现在这个分风计啊 十箱风他可以分出四十箱 张老张大哥他其实不太成熟 好在他还有这个堂哥张瑞昂 张瑞昂呢是个养风老手 去到那个张瑞昂家里了 我们当时是很早就出发 从这个村子里啊 走了好久的山路 因为那个路车是上不去的 我们扛着设备 走到地方的时候呢 第一眼就是一个院子里 就看到一个人啊 他在那拿着这个特别长的一个镰刀 这样乱舞 我不知道他是张瑞昂 我们当时第一次文件 他这是一种技术是吗 他可不是技术呀 他看见这个码风 他就必须得把它 码风是会伤害蜜蜂 对啊 他会把蜜蜂都吃掉 打完了以后呢 他看见我过来了 拿着这个机器 码风锅打下来以后 码风锅有这么大 他直接拿过来了 那个上面比较像纸壳一样的东西 撕掉 然后把这个蜂蜂就拿出来 就这么吃掉了 就这么吃掉了 然后我说他看着我当时 我这个东西就这么给吃了 然后呢他就退过来 走得更近了 就还要给我吃 让你吃 你吃了吗 张瑞昂呢是比较热情 太热情了 我后来吃了 但是没什么怪味道 有点甜 张瑞珍有邀请到这个他汤哥 过来给他帮忙了 张瑞昂后来帮上他的忙了吗 你要说他帮上呢 他也帮了 他汤哥也是距离他家非常远 翻了两座山 走到他家 一箱蜂只能有一个蜂蜂 否则将会自然分蜂 现在的任务就是进行人工分蜂 把育好的新蜂蜂 挪去新的蜂箱里产卵 他刚开始呢 其实你看起来 技术确实不错 反正比张瑞珍要强太多了 起码他是有条理的 他知道我这箱蜂 我应该去放在那儿 然后我应该拿这张皮过去 他知道这些东西了 分箱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把找到的新蜂王 关进囚王龙里 粗心的哥俩一步留神弄丢了蜂王 蜂王一失 正向蜜蜂 有可能来寻找蜂王 不要弄死 对吧 好香啊 要吃点 你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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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看 那种感觉还是蜂在中间 经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分箱正式开始 分完了三箱蜜蜂之后 蜂群突然出现了状况 他们是图用新蜂王引诱蜜蜂回家 却没有任何效果 蜜蜂开始飞逃 你身上分肯定是没问题嘛 你分好了 可能这个张瑞昂呢 分着分着这蜂啊 刚开始没什么问题 飞出来了不大一会儿掉 那就是说其实张瑞昂他也并不是分封的高手 这哥俩都不行 你只能说他是个老手 你说随着这个蜂飞起来一群嘛 刚开始 然后第二群被第一群也给带起来了 结果两箱蜂全都在这天上乱飞 你在这个时候觉得这哥俩就有点搞笑了 你把我三百多块钱都给放飞了 一箱蜂三百多块钱 两箱蜂小七百块钱了 你把我七百块钱整天上飞呢 他不知道要不要走的 张瑞珍也是 他就是在这转圈 他不想折 那后来怎么又把这些蜂组织回来了 我说你赶紧的去给这个李书记打个电话 你看看 再找一个专业的人员来帮忙忙 你看看李书记能不能给你帮上忙啊 然后这个李书记呢就打电话 给这个邱小平邱师傅 邱师傅 邱师傅也是专业技能的养蜂人员 相对来说养的时间特别久 他在这个郑峰村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养蜂户 他家距离张瑞珍家也非常近 就是门口的一个大鞋坡下去 走个有五百米就到了 那其实张瑞珍一开始就直接请邱师傅来 是最好的 他不认识啊 他知道下面有个叫邱小平的养蜂师傅 但是邱小平都不知道张瑞珍是谁 就是为了表现诚意嘛 就把他这个好朋友廖春给请过来了 就是打电话说那个廖春 你帮我把那个邱师傅给接上来 就那么一段坡的路 然后上来以后呢 就是邱师傅也是 你看就非常靠谱 几下没几下就把这蜜蜂给搞回来了 把那个女人来 我全部给她搞掉了 她就不会分了 她那个蜂王 还是一起在里面残留 但是我们就问她 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呢 她不说 她为什么不说 特别有意思啊 她觉得这个东西啊 是我生活的技能 靠这个东西挣钱 就说这个邱师傅 她是个养蜂高手 她有技能 对 她只能是 我帮你把这个事情做了 但是你不要来 刨根问底的 问我怎么做 对 你不要问我怎么做的 然后呢 就是开始讲 我在其他乡给人看蜂 看一次我要几百块钱呢 就是要报价 她想要钱呢 那时候 现在这一般这一边 到零度交价地方 叫我去去 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她现在那一箱子 她不会跑出来吗 她一口酒我就可以抵嘛 管她一百两百也可以 邱师傅看这个 张绿珍你不接话呀 对呀 你不给我钱 你给我喝酒也行啊 吃饭 张绿珍实在是不理他 有点料车 再回去 一扭头就走了 这么说来我们可能还觉得 张绿珍好像这个不太 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一样 太抠了吧你这样 对 好多次 只要面临到这种付钱的场面 张绿珍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先掏兜 就是我有钱 找钱 先掏兜找钱 我有钱 然后找不着 我就发现每次她都掏 怎么掏不出来钱 然后小蓝啊 小蓝 就是自己会有一个戏份在 对 她就开始喊李小蓝 其实家里钱都在李小蓝管 我们当时不知道 后来的时候 张绿珍根本不是个小气的人 就是那一天 李小蓝没在家 没钱 我了解到了 后来张绿珍自己提了瓶酒 去找过这个缺小瓶 送去了以后 两个人就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们 在他们两家之间 有一个小超市 嗯 两个人偶尔就会在这个超市里面碰到 就买上那么一瓶酒 也不要下酒菜 就直接喝了 聊聊杨蜜蜂 然后喝喝酒 喝完了就挺开心的 他往那边走 他往那边走 两个人就回家了 就变成知己了 变成知己了 他们两个 蜜蜂又好像不受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邱师傅也没有处理好吗 嗯 其实邱师傅只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 嗯 但是张绿珍家里的很多风 都有问题 你比如说就这个小片子里面 是我们放在他家一个镜头 本来我们打算去去拍其他的场的 拿着镜头就走 车就停在山下 就这样 我就刚好你说镜头都在他家了 叫上摄影 再补两个其他的东西 刚走到他家门前的那个平台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蜜蜂彻底全飞起来了 你看到他在那跑土啊 上下跑啊 他也没办法 慌了 特别慌 我跟摄影在那儿沟通一下 我说你你在那儿拍着 我就给他请救兵去 我就跑 我这电话在他们村里是没有信号的 摄影呢以为就上来拍打镜头 他没拿电话 因为跑太急了 那个坡只要你跑起来 你是停不下来的 那天绑了鞋带还松 这鞋就跑飞了 到了山下赶紧打电话 给这个李南阳 就又要找李书记 对 还是要找李书记 那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又请来了技能格高的人吗 因为当时呢 郑峰村在就是推广这个养蜂产业的发展 李南阳请来了就是附近 特别有名的一个师傅叫战献奇 他养了300多像蜂 他是个真正的高手 刚好是在村里开会呢 就这么一会儿电话就打给李书记了 李书记 这不是刚好吗 拉着战献奇就跑到张云真家了 大师傅 大师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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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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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等一下 这里会责任 我去戴上手套来 好 好 多少你还 要三十斤嘛 你放了风没有 还没风呢 还没风呢 蛤 那个 那个桌子有跑进去了 你知道吗 跑进去了 对 过来那一路修过 放了这个那路跑进去了 你过来 你放这个有用吗 就是一个坑架子在这里吗 你一定要知道哪一箱 就是它箱子里面抽一块土出来 刚才是我抽出来还是放过去 要抽到一块皮放了 一定要块皮 就是你带有那种 带有那种籽皮 带有籽皮带 带有籽皮带 你看像这个是有用吗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看你这样的一箱子怎么去 那怎么去带你们住场 怎么去建的这么落窝 是啊 不知道是哪里抽一块来好 你也知道你之前是哪一箱封出来的 这箱子是刚才在中间那些 刚才在中间那一箱 刚抽到那一箱子 你确定了是哪一箱子 是哪一箱子 是哪一箱子 我昨天早上去往早上 都看到他往快出来了 根本原因就是 他想让小蜜蜂自己去搭房子 小蜜蜂不干了 不理他了 小蜜蜂认性了 对 也暂时不气的 你看到了那边拿着这个东西 你放这个有用吗 你放这个有用 张蜜蜂自己也蒙 他不知道放这个东西没用 他以为蜜蜂就是这么去 分享的 所以说 其实在这个产业发展的道路上 尤其是养殖业发展的路上 真的是不能缺少 这些技术人员的支持 就张蜜蜂脱贫这件事来说 不仅仅是技术方面 各行各业的 其实大家都需要帮助他 不然的话 他这个脱贫路是走不通的 你比如说他刚开始买蜂箱的时候 如果那个老板不赦给他这个蜂箱 他就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去筹这个买蜂箱的钱 等他蜂箱买回来的蜜蜂都已经分好了 人都不用分了 都该死的都死了 浪费他自己的生产时间 那这个战师傅和张蜜真之间 后来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吗 战师傅后来真的是给了张蜜真特别大的帮助 当时战师傅已经在这个村子里想要去扩建封场了 加上咱们去拍摄当地的这个扶贫企业呢 也希望天把火加把劲帮帮他们 你这产出来了只要合格 我全给你收掉 我把你销路问题解决了 战师傅呢他本身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养蜂户嘛 企业就和他对接了 就是你负责把控这个质量品质 然后我来负责收 那个时候郑峰村大量的养蜂 很多养蜂户 不仅仅是本地的村子里的人 还有很多外乡的 甚至不知道是哪来的 那阵的江西是不下雨的 赶上那个花旗的话 蜜蜂一直都在采蜜 蜜蜜对接的非常快 就有个别的不良的这个商户呀 他就开始做什么了 他是做水蜜 您知道水蜜是什么吗 不知道 蜜蜂刚采回来的蜂蜜 直接放到那个蜂巢里 它没经过发酵 水蜜其实它是对人体没有什么好处的 好多这个外来的商户 每天都在那摇 一天摇七八回 你说七八回摇出来一桶了 一桶它就卖十二块钱一斤 虽然说我价低 但是我量大呀 我也挣钱对不对 对 当地村民有效仿的 学的 这给战先行李南阳就带来了特别大的困难 挨家挨户的去跑 去解释 如果你这样 咱们是卖不出去的 你还把咱们村的平台都给砸了 是 张月珍看着人也这么做 自己也耐不住了 也要想去革命 直接带着孩子老婆上山了 直接带着孩子老婆上山了 你才可以割 这个蜜我才能给你收了 要不然我说你收不掉这个蜜 质量不过关的 对 像正常咱们在超市里 割的看到的那种蜂蜜 它一定是三十九度以上的 农货 养的蜜蜂 它可能波米度达到三十七八度 也就挺满意了 他们觉得 但是三十七八度的波米度的蜂蜜 它是不够流通到市场的 然后张月珍 哎呦三十七度吧 也行我也能卖 但是你要那种三十九度五的蜜 要三十块钱一斤 就价格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 它波米度每提一度 价格都要产生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四十一度的蜜 你可能就要卖到四十块钱 五十块钱 那张月珍 他听这个战师傅的话吗 他怎么可能听呢 张哥那是多固执一个人呢 李南阳 让他养个蜜蜂 都要磨叠他好几个月 两三个月的 他怎么可能会停呢 张师傅也是找到方法了 我用实验 嗯 我就给你摇一个三十九度五的蜜 就用你家的这个炒皮摇 就用事实说话 对 用事实说话 那天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 我说你打电话 对了 对了 是真的 这个波米度认得很高 嗯 要让他够到个上四天之内 我们绝对能达到这个标准 嗯 他不用当心 他就是好像没有蜜 有蜜蜜 再够十天都还有 还有蜜蜜 嗯 所以说张瑞珍看到这个了 就是第一是先心里服了 然后想想张 想想张师傅又是这个 又能给他找销路啊 对 然后张师傅也答应他了 所以只要你听着我的做 我肯定我把你蜜蜜收了 张瑞珍这就把这个 蜜蜜的想法就给打销掉了 嗯 那所以说其实 战师傅帮了张大哥不少的忙 嗯 不仅帮他 教他如何去更好的养蜂 更好的蜜 还帮他找销路 然后让他的这个蜂蜜 全都卖出去 卖出好的价钱啊 是啊 更多的其实是信心 嗯 因为后来是卖了蜜以后 他拿到钱了呀 直接带着李小兰去那个乡里取钱 我一到家的时候 他自己扛了一个这么大的电风扇 嗯 就这个盘有这么大 这么高 我说你咋想起来买一风扇呢 其实张哥家那个风扇 已经好多年都不能用了 声音特别大 风力特别小 就是在那是一个噪音机器 嗯 是个摆设 对 但是一直舍不得换 是因为他没有这笔弦钱去换这个东西 他自己也在说 要从那边现在 зап缪了 好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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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来 我没问他 你没法接 那以前的法院还熟 才那 我以后老弄这 我以后拉虚最大的功能 被所以说他干一掌 他带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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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那车 以前我想買 今天我剛洗了就買 以前我沒洗 以前 沒有 她身套樓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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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完成自己第一個 換電風扇的心願 回到家裡一家人 三個小孩围在電風扇旁邊 那邊吹風 開心 对 都哈哈哈哈 冲着那个戴风山笑 李小兰这会儿也不高兴了 就过来 你们哪有这么吹风的 就全给小孩又哄跑了 李小兰老干这种事 那除了养蜜蜂之外 我看到这个张人真大哥 他还养鸡 而且又养又不养 好像还很纠结 这是个怎么样的过程 为了李小兰其实是 李小兰他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你知道你养个鸡 是吧 你养一百只鸡 有八十只鸡能每天都生蛋 你这一个月 起码能卖两千块钱对吧 两千块钱对于张晕珍一家来说 其实能带来不小的改善的 当时张晕珍他们有这么个想法 是什么呢 李小兰如果看孩子呢还得 我不能就为了你这个鸡 我就把孩子我都不管了 就李书记把这个张晕珍 拉到这个学校 花花七 三四个老婆在这里 要去资料也很好 他都说关键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区域上租房子 就是你在家里就有个劳动力 你还挺可以的 来 你这一样的 我找一样的 这十两个小学校 你憋着 用粮食是我会给你饲料呗 李小兰 这个饲料给你就不要去粮食吧 不是你拿你粮食去喂 是饲料 养到饲料先把它养大 养大了以后 你就拿那个卖蛋的钱 拿到那个卖蛋的钱 又可以买饲料 可以吧 走一点 推都吹不住 左顾虑 右顾虑 我真的很生气 担心没有场地 第二 没有饲料 第三 生了蛋以后 这个蛋不知道怎么卖 真的很生气 那刚才看到 我觉得李书记真的是生气了 生了不小的气 李书记气坏了 酝酿了好几个月 最后张瑞珍找了各种借口 其实我是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不想养 因为养这个鸡 你一天你要喂两三四 他觉得我有这个时间 我上个班我不也争一百多吗 从这个张瑞珍身边的朋友下手吧 找到张瑞珍最好的朋友 廖小春 那廖小春就是那个老骑着摩托车 带着张瑞珍去做这个 做那个事的那个人 对 他俩从小就是朋友 就我给你们一百只鸡 你们两个养 小廖他们之前已经沟通好了 就是小廖上班的时候张瑞珍来喂 然后小廖不上班的时候 小廖来喂张瑞珍就不用来了 张瑞珍就很少去 这小廖就觉得 你这样就搞就不好了呀 就是没有这个合作的 真诚的这种态度啊 这鸡你再养都养没了 养死了呀 你给他饿死了呀 然后两人商量 算了吧 散伙吧 因为小廖投资特别多 买了饲料 煎了鸡棚 所以小廖分了94只几 张瑞珍就分了6只 我当时还以为 他两个人不得因为这个事闹矛盾嘛 但其实并没有 就包括张瑞珍中地的时候 根本不用 不会用维耕级啊 就那个东西 其实就像一个小模特一样 离地用 张瑞珍就把过不好 要么不拧油 要么拧油就瞎跑 然后小廖就在那儿 手把手地教了 终于有一天 张瑞珍主动邀请 别人去他家吃饭了 这个人就是廖小春 小廖那天也是特别郑重 平时我们看见廖小春 穿的都是那个工作服嘛 那天小廖穿了一套小西装 然后带着自己的女儿 两个好兄弟吧 就在这个桌子上 喝着酒 吃着饭 然后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互相给对方出主意 后来在片子里 张瑞珍那个下蛋的鸡 就是这六只鸡 也正是因为这个鸡下了蛋 张瑞珍又开始 想发展这个养鸡产业了 就是其实尝到甜头之后 才会想着去做 他自己吃的那个鸡蛋嘛 他种的那个骨子 就直接喂给鸡了 所以那个鸡蛋 张瑞珍觉得特别好 他说这样的话 养鸡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他自己尝了 口感特别好 特别好吃 就是觉得养鸡 其实是有前途的 是有希望的 是有前途的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 也一定是有销路的 对 然后我们看到 他又是养蜜蜂 又是养鸡 一步一步地从 这种很贫困的状态 开始发展自己的产业 这个扶贫工作队 对他们的帮助 是不言而喻的 那除了扶贫工作队以外 我觉得社会各界 其实刚才你已经提到了 对他们也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和光怀 全方位地来帮助这些贫困户 能够发展他们的产业 是啊 现在这个正风村 就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在这个甜蜜的产业上 也是越走越高越走越好 之前是一个风场去参选 现在是三个风场 遍布正风村 遍地开航 在扶贫干部跟村民的努力下 正风村由内而外地发生了改变 为迎接乡村振兴 做足了准备 我们真是想象不到 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人 给张若珍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那么对于张若珍脱贫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第一书记 李南阳 他又有哪些 不曾在荧幕前展现的幕后故事呢 我的攻坚日记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